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把路徑是畫在正式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立體圖上面 感覺這個角都是立起來的 有沒有 都是立起來的 好 那麼現在我們來進一步去調整它 怎麼調整呢 因為那條線那個路徑已經被抓進去了不是嗎 融合在一起 其實沒有 各位注意看 我們用移動 你看我們用移動 我把這個長出來的這個 我把它移到旁邊去 你就會發現其實路徑還在呢 在這裡 所以呢 當我要改變它 我只要點到這條線 來 請看 同學我們說線是不是已經有 Vertage, sentiment, spline的一個底值對不對 因為它只要不線而已嘛 所以呢 我們到這個Vertage這邊來 到這個模式這邊來 當我呢 去把它按住這個點 去做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跟我是同步的 對不對 它跟我是同步的 你的曲線改了 它就跟著改了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呢 各位注意一下 這是非常怎麼樣呢 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只是去移動我們的這個點而已 相信各位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等一下再移動再調整的時候 要稍微的先把這根大腸直腸先把移到旁邊去 這根長子線移到旁邊去 看到這條線啊 再針對這條線去做一個移動 去做一個修改 那麼呢 另外啊 如果說你發現說怎麼樣呢 它呢 不是很怎麼樣 不是很順 有點KK 那代表我們這條曲線啊 那麼呢 還不夠圓弧的話 你可以到我們這個Interpol這邊來 Interpolation有沒有 在這條線 是利用這條線的Interpolation這邊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圓弧一點 再把它改圓弧一點 這樣的話呢 你這邊那條線只要圓弧 你這邊接起來就不至於太怎麼樣 太不好看 這邊越圓弧 接起來越比較漂亮 好了 我們現在這邊等各位 試著去調整一下這條曲線 然後呢 要調整之前 記得把這根大腸先移到旁邊去 來 我們把螢幕交給各位 這個呢 也是一個基本動作 如何調整它的造型 如何調整它的造型